嘿 大家好 很高興這次何博士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這個慣用語的第四十二次 我們看一下喔 這次慣用語有幾個 這個真的非常常用 而且非常好用的喔 好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297個 ソラを切る 各位 我們這個句子最主要是要學切る這個字 因為日本人在描述什麼東西畫過天空的時候 他這個動詞是用切る 然後這個 オ為什麼用オ呢 因為它是移動的空間 所以 ソラを切る 從空中移動 所以叫ソラを切る バットはむなしく ソラを切って 空振り山形となった 什麼意思呢 バット就是球棒 球棒這個むなしい 就是很空虛的 讓人家難過的 然後呢 化過了天氣 化過這個空中 ソラを切って 空振り山形となった 變成了 揮棒落空山陣 因為山陣有兩種嘛 對不對 第一種跟第二種 比如說什麼 山陣就是你有揮 叫做空振り 那你根本連揮都沒揮 人家投好球 那叫什麼 見逃し山形 所以兩種 這次空振り 好 我們看一下 298個 グーのねも出ない グーのね 什麼 啞口無言 根本連出一點點聲音都不敢出 叫グーのねも出ない 你看喔 グーのねも出ないほど散散怒られた 被人家罵 這個怒られる 各位 日文的罵 被人家罵 常常就用怒られる 當然你可以用叱る 叱る這個字也是可以 可是怒られる 怒られる這個字呢 被生氣就已經是被罵的意思了 所以他說 グーのねも出ないほど散散怒られた 被人家罵到根本就啞口無言 根本就白口莫辯 根本不敢出聲音 叫グーのねも出ない 好 釘を刺す 各位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所謂叮嚇 就是再次的叮嚇他 釘子再把它刺下去 叮嚇了 所以你看喔 財布を忘れないようにと彼氏に釘を刺した 就一直跟他男朋友說 我們出來約會 你要帶錢包 你故意不要帶錢包 然後就讓我付錢 對不對 所以一直跟他男朋友說 財布を忘れないように釘を刺した 好 再來喔 三百個 口がうまい 能言善道 這個嘴巴非常厲害的意思 あの人は口はうまいけど腹は黒い 好 他那個人呢 雖然很能言善道 但是呢 他的心腹は黒い 他的心腸不好 可是真的很會講話 好 再來 三百零一個喔 口が重い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不愛說 那個人席字如今 所以你看喔 口が重いとは苦手だ 所以跟這個不愛講話的人在一起 我真的受不了 口が重いとは苦手 各位 苦手指的是自己沒辦法 沒辦法處理 比如說 我對數學沒辦法 数学が苦手だ 好 我對英文沒辦法 英語が苦手だ 那為什麼用が呢 が跟わ都可以 那這個が跟わ呢 就表示呢 你的對象 對於這種人是你不行的 那為什麼這裡用わ呢 因為這裡用口が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用わ OK 好 所以呢 什麼什麼が苦手だ が苦手だ 這樣子喔 三百零二個 口が硬い 比如說 守口如品 他都不會把這個秘密講出去 この秘密は口を固くして絶対にもらすなよ 好 這個秘密呢 你一定要守口如品 絕對不要洩漏出去 もらす もらすなよ もらすな 就是絕對不要喔 好 再喔 口が軽い 好 跟一樣嘛 所以剛剛那個一樣 就是這個顛倒詞 所以呢 あの人は口が軽いから 信用しない方がいい喔 那個人呢 他很愛說話嘴不老 秘密絕對守不住 所以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OK 好 就是這次的這個 慣用語第四十二個 希望呢跟各位呢 這個分享慣用語 真的使用在你的這個上課中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講過 我以前念慣用語的時候 有時候慣用語很難背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難聯想 好 那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寫在筆記本上面 上課的時候呢 就想辦法把它用出來 用一次就會記一次 用兩次 就當然 你到用到第三次 就真的就會把它背起來了 所以呢 請各位呢 慣用語不是用背的 要用的 你一直用背的 沒有地方用你 所有單字都是這樣 你沒有地方用就很難背起來 OK 好 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請各位呢 真的好好把慣用語用一用 你就會覺得你的日文程度 就跟別人就是不一樣 OK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喔 拜拜